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呢 各位來為大家介紹一個 就是在日本東京呢 比較特別的一個活動 是什麼呢 來我先來看看我們現在所身處的地方 東京ドーム 是的 這邊就是所謂的東京巨蛋 然後今天阿倫呢 要帶大家進去東京巨蛋裡面 來看棒球 好的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棒球的票 今天呢 是巨人隊廣島 然後入口呢 就在前面這邊 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然後在進去之前呢 我們會先經過一層就是行李的檢查 確定你裡面沒有一些像是喇叭之類的 微禁品之類的東西呢 然後檢查完行李呢 接下來就把票拿給工作人員 然後他會掃描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去會場裡面囉 經過旋轉呢 我們就可以進去會場裡面囉 好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 東京ドーム裡面了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看看前面的位置 長什麼樣子吧 好啦 大家看一下 這邊呢 就是東京ドーム裡面了 然後現在呢 廣島隊呢 正在練習 然後這裡呢 是賣便當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便當呢 其實東京ドーム裡面的東西的價位都非常的貴 所以我個人呢 是建議說 如果你只是想要來看棒球的話呢 你可以在外面的便利商店先買好一些吃的東西再進來 這樣的話可能會比較省一點 然後因為今天難得 所以我決定要買一個 我的偶像阿布勝之助的便當 就是要1550塊 好 這邊就是我今天所做的位置了 大家可以看到離球非常的近 可以看到很多主棒球員喔 可以看到很多主棒球員喔 然後可以看到東京ドーム呢 它上面是完全是密閉的 就是 它完全不用怕下雨 就算下雨呢 也可以好好的看一場球賽 然後簡單的為大家介紹一下我現在所屬的地方 像這邊呢 是一壘 一壘的方向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本壘這邊呢 的後面的正後方呢 的上面 所以呢 據說是那種日本的天皇陛下才能夠做的地方 像我們一般人呢 平常是不能夠進去的 所以這個 有一個 特別的框框的地方 這邊是天皇陛下才能夠進去做的地方 然後這一個呢 這就是我剛才買的 阿布勝之助便當 把它打開來看 它裡面有一個 阿布給大家的 贏女 還有 大家可以看到 10號 阿布的10號的便當 還有一些很多很多有名小菜 然後就可以 邊吃便當 邊看比賽 好 我們現在呢就要為巨人隊加油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穿的衣服 有巨人隊的 uniform 然後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比賽就要開始了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選手們都已經在前面了 我們可以看到選手都已經在前面了 他們現在正在做暖身操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開始準備比賽囉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呢 是所謂那個巨人隊的吉祥物 然後它總共有大約 五六隻左右吧 然後可以看到每一隻 都其實他們 他們其實算是一個大家子 這些吉祥物呢 主要就是負責炒熱現場的氣氛阿 或者是娛樂一下觀眾之類的 然後就是 然後另外呢 在東京巨蛋的賣店呢 其實也有賣他們的一些相關產品 他們也會 平常也會跳舞的時候呢 也會出來 就大家一起來跳舞啊 或者是說 做一些比較高難度的 雜耍的動作之類的呢 這就是東京巨人隊的吉祥物 現在比賽已經開始了 就趕快來看看比賽的過程吧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看 現在音樂已經開打 大家可以看到跟剛才剛進來的時候 比起來呢 這個觀眾呢 是完全的不同 現在幾乎已經快要坐滿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種滿場的觀眾 這種感覺真的是 在台灣比較少能夠有指揮到的這種感覺 然後像現在那個 三壘方向的話 也是 那個最客廠的應援團 然後接下來 左邊呢 他穿橘色 只要有橘色的就是主場 就是巨人隊的球迷們 然後這個大概就是 整個球場的感覺看起來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現在看到呢 這個是 巨人隊的應援團 這非常特別 就是我們現在 說到日本的棒球 一定不得不提他們的應援團 我們現在看到呢 這個就是巨人隊的應援團 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就黑五毛巾 非常的整齊 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呢 這個則是對 客廠的 就是廣島隊的應援團 雖然說他們的人數比較少 或他們的聲勢呢 可是 卻完全不輸給主場的巨人隊唷 這個呢 這個呢 在台灣呢 也是非常難 非常難能夠指揮到的一個東西 然後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大約是第七局結束左右吧 大家可以看到巨人隊 開始播放他們的對決 以及很特別的一種 那種應援的方式 你們一起來聽聽看吧 好 另外呢 說到日本的棒球呢 就不得不提一下 現在可以看到 在穿梭在各位各個觀眾之間的那種 賣啤酒的那種 銷售小姐 像這種呢 在台灣呢 應該就是比較少見 我覺得這是在日本還蠻特有的一個文化 當然他這種 日本的各個 各個廠牌的啤酒呢 的銷售員呢 都有 然後另外呢 像除了啤酒 啤酒之外呢 還有像是賣可樂啊 可惡可樂啊 或者是百事可樂等等 不只是啤酒 還有其他一些 比較特別的一些飲料之類的 都有 我們現在實際的為大家來 實際的來買買看吧 然後你只要想買啤酒的時候 你只要跟啤酒小姐 招一下手 他就會過來 然後只要跟他講說 你需要一杯 用手要比的話 他就會去 就會馬上把你招給 我現在跟他 點了一杯 的啤酒 然後像我現在 坐在比較裡面 在中間巨蛋比較好玩的地方 就是其實你在旁邊 不認識的人呢 就是也會 幫忙你像是傳錢啊 或者是找錢的時候 傳啤酒之類啊 隔壁一些 不認識的人 你就會過來幫忙 這也是蠻特別的一項事情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買到了啤酒了 現在 啤酒 配棒球 這才是真正的 日本 日式的 棒球觀戰啊 真好喝 會是日本的啤酒 好的 現在已經比賽已經結束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其實有一些 觀眾呢 其實只要事先申請的 有些觀眾呢 是可以在比賽結束後 進到棒球場裡面的 可以看到現在裡面 已經有一些人進去了 然後外移的地方呢 也是有一些 觀眾已經進來了 好 結果現在 比賽已經結束了 結果巨人隊收入了 以上呢就是東京市場的 簡單的一些介紹 大家有時候來日本的時候呢 也不要 大家重視再太晚 然後我們來體驗一下 這個臨場 臨場好的臨場感 好 阿倫加入 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好 阿倫加入主要是為大家介紹一些 在日本的一些種種滴滴 以及一些在這邊 也會發現一些 比較好玩的事情之類的等等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來日本 跟阿倫一起體驗一下 日本的生活 其實這兩邊呢 有阿倫的另外兩種 我們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都可以 大家可以看 所以下面這裡呢 是阿倫主導 有興趣的人嗎 今天下 追蹤一下阿倫主導 來追蹤阿倫在第一層 一層 阿倫在第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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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油 阿倫在第二層 還有一層 阿倫在第二層 阿倫在第二層